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都说好的睡眠和日常行为有密切关系 如果经常发现睡眠质量差或者是有睡眠现象 可以看看身体是否存在这些行为 那生活中有一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细节 有可能是导致睡眠不好的原因 因此呢,了解清楚,让我们的睡眠质量提高 哪些行为会导致睡眠质量不好呢 第一就是,晚饭吃得太晚 太晚吃晚餐会影响睡眠质量 刚吃饱没多久,会让胃部不断地工作 在身体入睡时也不能休息 导致身体没有办法放松,不能进入深度睡眠 第二个习惯就是长时间上网 在上网时呢,电子设备光线会阻止退黑色素产生 而退黑素呢,是身体入睡时一种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 长时间上网或者在睡觉前还沉迷于手机、电视 睡眠质量必然会受到影响 第三呢,就是睡前经常喝咖啡 咖啡中所有含的咖啡因会让人提神 扰乱我们的身体的生物中 为了工作或者提神,在睡前喝咖啡 会影响正常的睡眠程序 身体的自然唤醒机制会被干扰 导致睡眠质量越来越差 第四呢,就是睡前胡思乱想 压力过大会让大脑处于清醒状态 特别是在睡前胡思乱想 不能快速让身体进入睡眠状态 第五呢,就是长时间经常熬夜 会让我们的身体生物中被打乱 由于大脑可以帮助身体调节睡眠周期 进入到睡眠状态 但长时间熬夜有着不规律的作息习惯 大脑没有办法识别 我们正确的睡眠时间 在入睡时就会有困难 周一呢,有一种失眠第一方 对于失眠的治疗 它向来都主张 失眠在于补,而不在于痣 只有五脏协调了,气血充足了 失眠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 而且对于失眠的治疗呢 食补是优于药补的 酸枣人被称为东方睡果 它能够宁心安神,镇静催眠 精愧药略中也有记载 虚烦虚劳,不得眠 酸枣人汤煮汁 但中医也说 单药不成方 最好是对症搭配其他食材 助眠效果会加倍 建议准备酸枣人 百合,核桃,大麦,佛兽,大枣 桑栓,莲子,茯苓,甘草等等食材 科学配比 烧开水之后冲泡五分钟 每晚睡前两小时 能够镇定安神 促进睡眠 调节心烦气躁 以上都是药食同源的食物 对于神经衰弱 心神不骄 肝血不足等等症状 所引起的失眠 尤为适用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